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 周深坐在车里 外面是冒住大雨为他应援的粉丝 虽然粉丝们看不到车内的情况 但周深确实客观注住车窗外的情景 他频频向窗外打招呼 挥手回应 尽管粉丝们可能看不到他的举动 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地用手势表达自己的关怀 这种对粉丝的温暖回应让无数人心生感动 周深用行动再次证明了他对粉丝的无尽关爱 其实 这并不是周深第一次如此用心 早在之前录制奔跑吧兄弟时 他就展现了同样的细致与关怀 当时 周深在匈牙利参与节目录制 途中他多次主动开车窗与在路旁等候的粉丝打招呼 即便是在不能开车窗的夜晚 他也不忘通过手机灯光来回应大家 这举动不仅温暖了在场的粉丝 更彰显了他那颗善良而柔软的心 周深的粉丝常常自豪地提到他体贴入微 关心细致的特质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 无论是在录制节目还是日常出行 周深总是尽可能地与粉丝互动 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手势或是一个手机灯光 他都用心去回应每一份来自粉丝的爱 这一系列男星举动背后 展现的是周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对粉丝的深厚感情与责任感 在这个充满浮华与虚伪的娱乐圈中 周深用真诚和善良让自己与粉丝的关系变得如此特别 对于周深来说粉丝不仅仅是支持他的群体 更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一次的互动每一个细节都显示了他对这份支持的真实 可以说正是因为周深如此用心与真诚 才让他的粉丝群体如此稳固与忠诚 无论是面对风雨中的应援 还是在一国他乡的街头 他的回应从未缺席 他的关心总是如影随形 这种巨星风范正是周深独有的魅力 周深在一月圆计划的录制过程中 再次向所有人展示了他那颗温暖的心 无论未来他走到哪里 粉丝们都会记得 那位总是以真诚回应支持的歌手 正是他们心中最温柔的巨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